好,接著下一套,就是Working,終於是第二季了 可能覺得很悶,因為你去去都是說我的話 這次比較好一點,如果大家想做比較,就是第二季 今年有幾套第二季,有她和阿魷魚 你講魷魚,別人不知道你講什麼,你講魷魚,可能會有日記 不,她信我沒有一間漫畫店,我說要侵略烏茶糧 你侵略烏茶糧,很多人會打你 我知道,所以我叫烏茶糧 然後她說魷魚,然後自然就拿到 這麼像海味譜,你要什麼?我要章魚,煮尺小豆湯 後來就說是侵略花枝糧 先講回Working 其實今季和上季是很不同的 上季如果大家看到那十幾集,就發覺 條線來來去都是小鳥油,被打 以及被打,以及被打,以及被打 大家覺得E波太多了 上季是的 所以趕走了不少的客人 特別是看Working漫畫書的人 尤其是不喜歡E波的 對,其實如果大家看E波看得多 大家看E波看得多 其實覺得如果大家看漫畫 其實這條線是最不好看的條線 這條線很沉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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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波是沒什麼變化的 一來一去 只是打你,以及打你 最後E波除了是打男人之外 打女人 這麼驚訝 也有氣絕這個特性 氣絕,打暈你 打暈你 或者他自己氣絕,突然暈了 突然整個臉都紅了,然後發燒暈了 尤其是有一集終於看到有些變化 其實只要有男生恐懼症 這樣他可以氣絕到 是啊,但是他又幸運 所以他兩個同學 曾經叫他對付那個癡漢 三年同生 這個是說找他的妹妹 二季的新角色 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漫畫書 他的故事跟漫畫書沒有分別 漫畫書那幾格 四格也是這樣去的 沒有分別的 但是有一點好 他有時候在每一集不同的地方 他就會互相穿插劇情 他就不像漫畫那樣順序樂 一季沒有的角色 第二季就會出來了 第二季都多了幾個新角色 Yamada的阿哥 剛才說的山田阿哥 即是Yuli的Fan 好搞笑 他也是沒有認名的 但是他也是用山田的名 還有穿白色的 白色的校服 黑色的 好奇 白馬王子 但其實他是一個 空手道高手 對 他可以擋到E波的攻擊 對 好厲害 另外一個 我覺得他今季都出得多 就是馬爺 重溫馬爺 即是以外普通那個 不是喔 我出了兩集 都算多了 話說算多了 上季就沒有了 上季就沒有了 上季就最後一集 出了一出 然後就二季 想著二季他會有這個角色玩 結果都是最後一集才走出來 是啊 那也算多了少少 那也算多了少少 真慘 其實如果大家再預期後少少 其實麻爺是出得多些 其實麻爺平時在漫畫書出 其實他也是出了一些 是副家業 全場的角色 是的 如果大家又記得 最後一集 阿佐藤玩青瓜 那集 用他的頭髮來綁青瓜 那集 聽到他覺得很變態 是 用頭髮綁青瓜 那集 那集都是副陸業 沒辦法 在這部動畫來說 一個普通到不普通的女生 沒有什麼氣氛 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不過我還覺得有幾個角色 他今季會做到的 小鳥遊那幾個家 小鳥遊 家裡的挺優彩的 其他的妹妹越來越高 是啊 他不斷有名無乎 然後說他有一天 他終於看到其他妹妹高到 怕人就很嘴爽 去公司那裡 也是OK的 好笑 其實我所知 現在2005年到現在 香港喜歡看Waking 男男女女不少 不是男生喜歡看Waking 很喜歡看女生的 女生反而都喜歡看 因為她其實 南角的互動也挺過癮的 南角就是最喜歡的 廚房的兩個 就是三傻 基本上 餐廳三傻 其實本來八千代和店長 是不好看的 但你多數座層都不太好看 其實多數座層都不太好看 多數座層都不太好看 多數座層都不太好看 就不知為什麼 好像一物字一物 六毫米字目失去那種感覺 你經常覺得好像隔食隔 你經常覺得 最好看的那種題目 就是隔食隔 你基本上 譬如說上馬這些 是全部都吃的 因為拿著所有的證據 但是她最受不了山田 山田經常貼在上面 山田 衣波都會刻到她 是啊 我想起大家 那些特別的相片 或者特別的片 是啊 就是那種 但是誰刻我 你想說什麼 不知道 其實那個是最好看的 但又沒有說 雖然說 像天不怕地不怕 他又怕小黎柔的姐姐 那種 就是那個呢 經常喝醉的那個 那種 經常喝醉的 經常說美少年 經常說帥 小鳥的二姐姐 這麼好就是在第二季 她可以做到一個大動 就是和這個Fan 和Sangela的那個 隔壁餐廳的互動 做得到 他第一集做不到 他第一集做不到 第二集很散 兩邊 等一下 你說的二家車是小鳥 三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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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季的角色除了這幾個之外,我認為陰味就少玩了 陰味是... 阿經理,阿經理,常常玩到火 但陰味的老外出來了,比較牛奶,但我明天在省強,可以有牛奶 我記得做什麼有玩的,Lester那些 耳櫃多了很多新角色,所以他的互動性做得好 所以拆了幾多的火花,而且他的耿就不會像一季那麼死板 人多嘛,每個人都有些,你總會找到你覺得適合你的笑點 總體來說,大橋也是差不多的 其實大橋就有少少... 笑回來講,就很難有什麼突破的了 不像家債歡喜那種,其實沒有分別解釋那類而已 不過其實今季連八千代那條線都好看了 因為八千代多了他那兩個青梅竹馬那些 八千代和店長那些不良少年 真齊楊平和真齊美月 吃著麵包拿著雷頭棍 不是,這個店長,真齊楊平和美月 他是雙貓胎子弟,都是不良少年 一進來就拆了人家屋 拆了人家屋 其實他的故事來得最有趣的是,他姐姐撞壞了 小梅的姐姐撞壞了楊平 然後脫掉楊平的衣服 那裡經常說跟他結婚 要跟他結婚 還有最好笑的是,八千代睡著了 那三個在外面偷看,那一幕就好笑 後面那幾集的劇情 後面那幾集真的好笑 因為開始有點互動和愛情線 即是不再集中在小鳥遊和伊波身上 其他人就開始好看 其實伊波那時候真的沒什麼吸引力 你不要說,中島那條線也不是玩得太多 中島那條線是玩哪裏呢 真高 對,中島那條線 不是,玩他的頭 要跟佐藤那邊玩 那邊玩,那條線是好玩的 其實今季我覺得是進步了 他後面變成聖誕樹了 已經進步了 對,應該是 配合時節 他可以掛上聖誕球 慢慢地沒有的 他特地改了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做得好心思 這是抵讚的 其實他人物是出得很立體的 不過第一季如果大家嚇走了 其實第二季大家可以嘗試去看 多一點,互動一點 互動一點,不要覺得很悶 只看伊波那條線 伊波那條線是真的沒看的 但是你說看其他條線 最喜歡的都是看上話和三年 真是看死了 這些才過癮 所以這套雖然是荒誕 但他又不是很離譜 他用角色大眾故事 對 如果大家有一個角色很喜歡看 你會喜歡看這套 因為始終你更加一個角色 你都會喜歡看的 如果可能是伊波控金鬼 就差一點 伊波 其實喜歡伊波的人不多 可能喜歡中董的人反而多 山田就可能因為高達H的關係 高達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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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來的 什麼十八那麼動畫 如果你是高達H 高達年 高達H就好 馬上想到哪有故事 所以如果是的 我覺得值得進去再看這套 我覺得金鬼是不差的 輕輕鬆鬆的話可以的 肯定可以笑得出的 放心 看過人了 笑點這些 好 不過我就覺得 對 我想說回那個Ending 那個Ending 我覺得有些80年代的Feel 80年代 你發覺好Disco的Feel Disco 三個男人一開始Ending 三個男人一開始 你說E.D.唱歌 對 那種風格有點像 那種風格 那種風格呢 我馬上想起 以前香港有一首歌 軟硬天屍那首的士舊格 就是那些80年代 Disco的Feel 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要用這個Feel 我真的想不明白 其實這些Ending的歌 很棒 我覺得Ending很Open 是嗎 電波一點 有沒有補充 OP是電波一點 我也覺得Ending好聽一點 音樂這些是個人的 對 我覺得就普普通通 兩首都 但是故事我覺得是好好的 對第一季 對 多角色可以發揮 很肯定都期待 應該是OVA 應該是第三季 有三季 可能是 麥娃是否還要再出 他夠不夠份量出第三季 他差不多都在結尾 現在日文版出到第十期 大黃本就是未完 我想大家可能會 第二季動畫去到第幾期 第二季動畫去到第八、九期 應該夠份量可以做 是啊 其實後面還有故事可以下 當然不劇透 大家有興趣繼續看 看看會不會有第三季 我一定會撐 好了 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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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套